文章原创 转载简连续本人 拆袭帮你日间 我算是叫跑马的人 那几名马拉松的比较名言还不是用选择的 大家日常问候 我还是你吃了吗 而不是你跑马了吗 大于费用也很精明 想想这是你好的黄金时代 你跑步就只是因为喜欢跑 而不是因为游行文化的影响 在朋友中 大家对我的印象是理性的跑者 是有道理的 因为我知道什么节奏适合我 什么情况下 该跑不该跑 怎么跑更适合自己 并且大家都在狂热地追求跑马数量 跑马成绩 前马超马入里马的时候 我都非常理性地一直坚持跑在马 每年只跑一 两次马拉松 最多也不超过三次 当然 我并不是说不可以追求数量 成绩 全马 超马也是可以跑的 但是要知道自己能不能跑 有人念得不够 有人凭任何强度太过 有人盲目追求速度 而不考虑自己的决定 都是不可取的 我们常常会说 心听自己心里的声音 而对于跑步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轻听自己身体的声音 跑得多了 总会遇到薰手问病意 这是我的一期小总结 每个人的体会都有不同 请供参考 按照我认为的游戏顺序排列 对于普通人来说 运动的目的主要是 日落健康 且不论是因为那一个点处动到 你来跑步 都OK 我认为 运动健身的总原则都是安全 所以 对于跑步安全 就同样特别重要 别的指标都在此基础上进行 如果已经损害到身体 不管心里多了 要去跑 都快醒醒 跳出风雨智状态 告诉自己停下来 跑步跟失败 生活一样 都要有自己的节奏 不要看别人快慢 按照自己可以享受跑步的速度来 让办法去感受自己的身体 怎么跑呼吸 心力比较舒适 就怎么了 今天想跑多一点就跑多一点 明天身体感觉很疲惫就挺一天 不是每天跑才好 一周三五次 至少给自己休息一两天 新手完全可以每周休息天数最多点 慢慢的逐步让身体去试衣 每周的跑步 可以包括一次长跑 Longoon 一次快速短距离 Speeding 一次运速跑根本距离 Tempo 若干次生酸跑 Eason 也可以第一周一次Longoon越干次Eason 第二周一次Speeding越干次Eason 第三周一次TempoLong越干次Eason 组合方式随性点 没那么多讲究 大家都明白 要更产生质变的功率吧 在跑步当中同样适用 在完成一个马拉松前 较到一定的讨论很重要 不要累了一个人的讲坛 就迅速地参加一个马拉松 人生很少了 一次马拉松负了多少人的膝盖 并不是摇人 慢慢来 跑得更稳 更长久 挂神球更重要的建议 不妨在跑步几次之后 再找朋友交流 你自己的跑步经验之前 都是空谈 实现一个目标 最好的办法是行动和坚持 以上一点又到了 坚持不会那么难了 写这篇是看到朋友们 在分享跑步的文很多 于是有感而发 学了长期以来的个人体会 我知道 我曾给过不少初跑的人建议 在多数他们都是不会听的 毕竟后来伤了很多 也有人跑两年就不再跑了 当然 这些建议 也并非什么政治正确的事 有朋友跑马过程中 受伤了也是人生的一种体验 以后就更有些身体会 什么该做什么非该做了 也是挺好的 同时 也很开心 有人朋友根据我的建议 安全顺利完成了马拉松 很多成绩都比我好 所以最后 我必须得说 我真的只是建议跑选手 当然 我也并不是只想永远都只跑大马 其实有内心一直希望 但实际成熟体验一下 全马 日夜 抄马 却翻等等 小儿 我实在太晚了 一直不系统训练到自己评论 可以参加这些的程度 不过我始终相信 有一天会实现的 毕竟人生尚且长 我的百马人生 完成一百个马拉松 还在少年期 只有安全才能成绩来持久 最者 何潘夏文章原创 转载卷连续本人 抄袭帮命度级 我是何潘夏 一门之心 知性专门胜利 分享通时一等的性与心理知识 与你一起探索性与亲密关系的暗密 欢迎关注 如果有问题 请留言与我一起交流